尤其後節呢 很感恩 自從去中國大陸待了7年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回到了台灣 那回到台灣呢 到今天今年大概將近要兩年的時間 那這兩年的時間呢 都待在台灣 不能出國 因為這個疫情呢 阻礙了我們很多人的一些計畫 那或許當然也是一個其中之一啊 那我們在修行當中常常講啊 哎呀是福不是貨 是貨躲不過啊 既然上天這樣的安排 我們唯有抱著一顆感恩的心 我們要去順受 順受 這個是 我們每一個人 人生當中 生命的成長過程的一部分 那有幸在於 不欠人的慈悲不欲之下 他告訴後節說 嗯 希望我們花蓮啊 能夠有成立一個 愛祥道務中心 那花蓮呢 相信很多千年都來過 那大家對花蓮的印象 也應該都很深刻 好山 好水 好空氣 花蓮是 好人情 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自然的 育臥條件之下呢 很多人 或許都會把 將來退休養老呢 選擇 來花蓮這邊定居 好 那也很多人 因為理由當中呢 想要看 大山大海 享受空氣 的這樣的因緣來到花蓮 那付千人 給後節的一個指標 就是說 希望能夠在花蓮呢 能夠成立一間 屬於我們 心意才能法人 愛祥單位的 花蓮公共國堂 那其實後節 內心裡面也是 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思維考量 因為 花蓮的人才不多 好 那 花蓮的大物呢 事實上呢 很慚愧 也辦的不是說 有點問 好 erei